在年末时做深度的清理是非常好的时机 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了一个契机来去清理自己 所以在一年结束的时候可进行身心的大清理 当我们反观自己时就会发现 所有的不快乐来自于对过去的种种无法放下 所有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对未来的担忧 这些浅浅厚厚的想法都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浮动浮躁 而这样的状态会消耗我们很多的能量 所以面对新的开始 如果我们身上背的包袱太重了 就没办法轻装上阵了 新年的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欣喜的 兴奋的 快乐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和过去发生的一切 做成了一切